过去美国在世界上是霸权国家,强盗国家而著称,想打谁就打谁的淫威,让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尝尽战争之苦。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活动中,谈起中情局如何训练特工师表示, 我们撒谎、欺骗、偷盗,我们还有完整的培训课程,事实上美国撒谎、欺骗。 偷盗可真的不止特工,其总统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以及美国高官,他们都是满嘴谎言。 他们在世界上针对中国等国散布各种谣言,美国在欺骗方面更是做到了登峰造极,特朗普政府毁约退群,撕毁协议都是家常便饭。 至于偷盗,最近美国在叙利亚就有非常现成的例子,他们不但大规模偷盗叙利亚的粮食, 还一个车队一个车队在叙利亚偷石油,一百多辆大油贯车,浩浩荡荡把叙利亚油田的石油给偷走了。 我们都知道,美国在自己建立了网络部队,豢养了各种黑客组织的情况下, 却不断在国际上指责抹黑中国,声称中国通过黑客行为偷窃美国的军事、科技等秘密。 每次美国无端实责,中国外交部都会兑回去,要求美国拿出证据,但美国一次也拿不出来。 美国拿不出证据,但这次中国却把美国这个小偷抓了个现行。 2022年6月22日,西北工业大学发布公开声明称,该校早到境外网络攻击。 陕西省公安局被令分局随即发布警经通报,正式在西北工业大学的信息网络中,发现了多款源于境外的木马样本,西安警方对此正式立案调查。 9月5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西北工业大学,遭受境外网络攻击的调查报告。 调查中,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联合组成技术团队,全程参与了此案的技术分析工作。 技术团队先后从西北工业大学的多个信息系统和上网终端中提取到了多款木马样本,综合使用国内现有数据资源和分析手段,并得到了欧洲、南亚部分国家合作伙伴的通力支持。 全面还原了相关攻击事件的总体概冒、技术特征、攻击武器、攻击路径和攻击源头。 初步判明相关攻击活动源自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抓现行,把是谁攻击的、如何攻击的,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和工具。 通过怎样的路径都搞清楚了,美国想抵赖都抵不过,因为是完整的证据链。 中国只要把相关证据公诸于世,美国丢人就丢大了,因为谁都知道美国是网络小偷。 但没有人有本事把美国抓现行。 中国把美国正规网军抓的现行至少说明两点。 一、中国的网络技术能力和美国一个水平。 这次案件我们可以断定两点。 一是美国不可能从西北工业大学偷到有价值的东西。 像西北工业大学这种掌握核心技术的大学,其网络安全防范方面做得会非常严。 核心技术不可能放在公开使用的网络中,二是美国之所以被抓现行。 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网络安全技术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面前美国也无处遁形。 试想,中美网络较量肯定无数无刻都在进行。 但这一次中国拿出了美国试图偷中国技术的印证剧链,这已经说明在网络安全领域。 中国某些方面已经超越美国。 二、中国技术正在对美国实现超越美国太想偷中国的东西了。 美国瞄准西北工业大学寻求偷窃,这肯定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这一次个人认为,是西北工业大学有所准备,然后就抓了个现行。 这说明两件事,一则说明我们国家在一些技术领域已经超越美国。 西北工业大学有美国自己没有的技术,否则美国不会下这么大本钱来偷。 二则是美国过于迫切想偷到西北工业大学的技术资料,以至于过于莽撞留下了大量的证据,被中国抓了现行。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美国为啥这么迫切要从西北工业大学偷东西呢? 西北工业大学有什么技术,让美国这么不择手段呢? 西北工业大学是我们国家非常特殊的大学,不但是双一流大学,还是我国唯一一所。 以同时发展航空、航天、航海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为特色的全国重点大学。 现在我国在航空、航天、航海的很多核心技术,都是西北工业大学搞出来的。 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中,西北工业大学是被制裁最多的。 西北工业大学为我国军工领域,培养了大量高级人才。 据西工大官网介绍,在西工大32万多名校友中,有50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和66位将军,51位两院院士,还有6位中国师大杰出青年。 在航空领域,一半以上的重大型号总师、副总师,中国航空工业成立70周年纪念表彰的。 5位航空报国功勋奖获得者中的4位,10位航空报国杰出奖获得者中的6位,均为西工大校友。 从2005年至今的14届航空航天乐归奖获奖获奖者中,有23位在学校学习、工作过。 在航天领域,从早年航天三少帅中的张庆伟和雷帆培,到中国探阅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伦等。 西工大一大批校友担任大型央企,即所属企事业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即副总师以上职务。 还有我们的兼20的总师杨伟,运20的总师唐长红等,都是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 所以西北工业大学被称作总师摇篮,真的是名不虚传。 坦率说,就为国家培养东梁制裁方面,西工大肯定是位居前列的。 而且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学生,一般毕业后都是为国效力的,不是大批量留学西方国家了。 那么美国到底想投中国的什么技术呢? 其实西北工业大学美国想要的技术太多了,这里就举一个最近让美国震惊的技术。 7月5日,西北工业大学官微推送了一条微博,祝贺西工大飞天一号发射成功。 西北工业大学飞天一号火箭冲压组合动力,在西北某基地成功发射。 由西工大航天学院空天组合动力团队牵头研制,在国际上首次验证了多项前沿技术。 B型试验圆满成功。 根据西工大发布的消息,本次实验在国际上首次验证,没有燃料火箭冲压组合循环发动机火箭的综合能力,同时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如热力喉道调节,超宽包线高效燃烧组织等,第一次实现从压燃到超燃冲压的无缝衔接。 关键技术和成功实验说明,这套组合循环发动机发动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全球也处于领先水平。 事实上这不是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而是他国根本没有。 这是把超高音速的冲压发动机的相关技术不但实现了,连燃料都换成了没有。 从气冬外形上看,叶比东风时期更先进,可以通过矢量控制飞行方向。 这项技术意味着我国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将成为现实,而美国连高超音速导弹都没有实验成功。 另外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最近已经几乎半公开了我国的隐形轰炸机轰20即将首飞。 轰20出来后,将成为全球最先进的隐形轰炸机,其中很多先进技术也来自西北工业大学。 就这些技术,美国基本都没有,它不但垂线三尺,现在还非常紧张。 事实上中国海军现在制造的军舰技术上,已经超过美国。 055驱逐舰对美国军舰几乎是全面超越,003航母在一些技术上也实现了超越,尤其是电子弹射。 在四代机方面,中国的歼20事实上不但优于F35,在不少方面也是优于F12的。 现在中国的歼20已经部署到东西南北中战区了,美国的F12却很少亮相。 这种情况下,美国能不紧张吗? 所以拼命想投我们的技术。 事实上美国这次干的是真的太丢人了,全世界丢人,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在一些方面开始记不如人了。 其实这也是大争之势,决出胜负的杀手锏,在这个大争之势的大博弈中,拼的就是高精尖,拼的就是国防能力。 就像这次俄乌战争,如果俄罗斯有中国这样的无人机技术,乌克兰将是砍挂切菜,但俄罗斯没有。 而在中国,西北工业大学的无人机技术那是成系列的。